非常平等 所以平等的原因是因为 每个人都几乎都在做生命的试炼 生命的试炼 为什么有生命上面的一种试炼呢 原因是因为 不管你生命是面对多么大的一种冲击 这是你必须要去挑战的 你去接受 你如果没有接受 你如果没有接受的话 那是不可能让这个生命里面去发光发亮 那如果说一个生命里面 如果是平稳到让你觉得很淡 索然无味的话 那这个生命里面的意义并不太大 所以这两个人物里面 他事实上是刻意设计的 一个教授里面 他的母亲里面留下一笔钱 留下一栋大的房子 留下那么好的古老的东西 照理说我们会觉得他很幸运 然后他又是可以在一所学校里面 交完书而已 已经退休 甚至于现在还有学生里面 愿意跟他学家教 那这样的日子好不好 太过平稳 所以平稳到 他说我真的想要当抢匪 每一次进去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银行的时候 我都想说 有一天我如果可以抢劫 那多好 真的很好嘛 关键监狱里面就不好了 人就是这样子 得不到的东西 永远是认为那是最美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人都会想象 世界上不可能全面通通得 我们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有得必有失 你必须要在得失之间 去领悟生命的一种真谛 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不可能说我有得 我得的东西我全部都得 然后没有失 这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 所以你享受的那个 所谓生命的一种 所谓的静的美妙 这一点是一个抢匪里面 所以你看他每天头痛 我必须要去用抢的 我必须要去强度观山 我才有办法去把这笔钱抢到 然后我才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这是他的生命的一种所谓的基石 这也是没有办法 就生命开始就是如此 所以两个人碰碰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互相欣赏 所以那个最后那个强悟 不是在跟他讲的一句话 想得很好 他说你不觉得 你经过的时候 很多女人都是用羡慕的眼光 看着你吗 这不一样耶 为什么他不看我 因为你很亮丽 你根本不知道你有多亮丽 那就是温文儒雅带来的亮丽 这是你的优点啊 你有什么不好呢 他说真的吗 我都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无聊 为什么很无聊 因为每天通通是去面对的 就是一些诗词排剧嘛 那这些的话 你面对这些东西里面 讲久了以后 对你来讲朗朗上口 谁的东西谁的东西里面 但是有一些诗词割据当中里面 会不会让自己感到伤胆 会 因为我们生命到达一个 比如说一个灵界点的时候 就会往下坠嘛 那是一定自然的道理 所以当他读到说 那一只老鹰里面 他是会如何如何如何 可是当他苍老的时候 那只老鹰什么东西都不能做 他现在就是感悟到这个地方嘛 虽然他有女人爱他 但是他宁可不愿意去娶他 为什么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改变的东西 他宁可是零所 所以其实他潜意识当中里面 还是希望能够维持 原本那种平静的东西 所以他说 第一次初恋 那叫做初恋吗 两个人只是去看电影而已 十多岁的两个孩子 但是尤其那边有出了什么状况 大家宁可去面对着 那个十九世纪的那一幅画 那一幅美女画都是裸体 到了年纪大了以后 他还是一直望着那一幅画 因为那才是 那个就是一成不变 各位知道吗 一幅画叫做一成不变 他已经画好了 那个女人再也不会老 是吧 那女人再也不会老 但是真正的东西他会变 其实那个教授虽然是说 他想要改变 其实他心里面是很恐惧改变 另外其实人都是这样子 已经到了那个 自己的位阶上面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再去改变 因为要改变 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像那个教授说 我要改变 让我插一脚好不好 我去抢劫 好吧 那你枪拿给你 连发四五枪 连一个可乐罐也打不中 你还能抢劫 对不对 你不要被抢就好 还想打架 结果人家一站起来 马上就人是大变了 那种怎么打架呢 但是他命运真的是很好 他说想 这一生当中第一次真的想要打架 那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那么 那么敬爱我的人 所以这个命运就是可能就是无耻 另外这个两个人是被出卖的 但他们很敏锐 这是教授里面也感受不出来的 所以那个小洛 他一直在等待那小洛 那小洛是吸毒 可是他也是很敏锐 他说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出来 我觉得我不太对劲 这一次绝对不太对劲 所以我要观察多观察几天 先不要出面 先多观察几天 结果出卖他的是谁 那马克思跟那个社陀 就这两个司机 他们两个人 去跟警方里面去引诱这两个人出来 然后把他们逮捕 最后他连可就把那个小洛 他还开枪嘛 因为他开枪他有枪 警察一定开枪 他把他推开 结果自己中枪 自己中枪死了 我也对这个导演里面 对最后钟阴森的这个描述 事实上是很棒的 是很棒 所以因为这个 这个谁 这个抢匪 这个不知道我们 始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教授 我们也始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但两个人各自 在他们生命的中阴森的时候 中阴森就是人死掉以后 在四十九天之内里面 或者是有的是 在几个星期之内里面 他会去四处游走的 你看他去游走的 是因为我渴望的 我渴望的 那抢匪渴望的就是一种 非常田径的乡村的生活 什么叫做生活 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 那都用很细腻的一种说法 去做表现呢 请问他有一项道具是什么 我们在家里最可以感觉到 非常温馨的感受的是什么 当你回到家 可以很自好告诉我 我已经到家了 我家里很温暖 是什么 脱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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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送他一双脱鞋 他说这双脱鞋 我本来是这双穿坏的 我要穿的 那没关系 现在送给你 说不定你将来会给 就因为这双脱鞋 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 记忆的连结 是很棒的 所以这个脱鞋就是 他一种非常非常渴望的 他从来没有穿过西装的 有没有 最后在中医生的时候 于是就说人确实是死掉 他们最后在医院里面 还互相放一眼 所以很多人看不懂这个影片 所以说来问我说 啊 人明明就已经死掉 怎么会看他一眼 那就是手法 这个就是意识流的手法 意识流 我们可以想象 他如果死意已经死掉 他心中里面还有什么渴望的话 他可以这样 然后望一眼 哇 最后我们两个还是 你也没有完成 我也没有完成 不过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在他当下里面 好 那我羡慕的东西 我心中里面有一种渴望的东西 我们各自完成 各自完成 真的会完成吗 可以在潜意识当中里面去完成 所以那个始终那一辆火车 那个教授里面坦白讲 他生活那么安逸 一直没有机会坐上那一辆火车 火车就在你们这个镇上 可是你就是没有机会 只有在死亡的时候 才戴好帽子 所以那一天他提着皮箱 戴着帽子 然后上了火车 而来第一次来的人 坐火车是谁 我讲的 所以他的前后复应 就是那个歹徒嘛 就是那个年轻人嘛 他下火车 最后火车上车 他才离开 而那个歹徒呢 他却穿着西装 穿着西装 他如果他说 这个地方我蛮喜欢 如果我真的像这个教授 一生当中里面可以住在这样的一种房子 而且他的家人里面可以留下一点遗产 而且他可以在学校里面教一点书 这个生活里面我觉得是相当相当棒的 所以这些里面也只有在他死后里面 在中医生的那个阶段 他是穿了一件西装 他刚坐在那个钢银上面 他不会弹琴啊 不会弹琴 并不表示说他在中医生不会弹琴 他随便弹几个音间 然后导演给他一个音效 然后人就消失掉 消失掉 而那个谁 那个教授更神奇 戴着一顶帽子 画家的帽子 提着手提箱 上了车 医生当中里面 他想要到那充满阳光的地方 充满阳光的地方 就是巴阿玛 其实人都是这样子的 也许我们会很羡慕 我们羡慕 比如说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 这几天冷得要命 人家说 我住在菲律宾多好 人家那边通通是很热 或者蓝阳 你看那边多好 你住在那边你就知道 你住在台湾有多好 对不对 对 我们人永远是如此 你说啊 你夏天的时候 你就说 日本人家 你看那边根本就不会太 住在日本都好 你过来冬天你就说 你说台湾有多好 那血一血 真的出去还要残血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苦 所以商业你觉得 在什么地方才是完美的 这是 不是你能做主 佛家里面说那叫做夜市和习气 才会让你在这个地方出生 所以你在该什么地方 你就是该在什么地方 就该在什么地方 所以 那我们为什么会共同住在这个地方 同分众业嘛 因为我们的习气音源里面 因为大家大点相同 所以我们就要珍惜 所以你看 如果说大家共同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珍惜这些 最近网路里面一直在流传那个 齐柏林的事情啊 齐柏林的影片 那部影片当然也带给大家很多 不一样的一种想法 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像一只鸟 可以在空中里面俯瞰我们台湾嘛 那你看的时候你才知道 从重庆里面知道 我们台湾里面有很多地方 是被破坏的 我们台湾里面有很多很美的地方 当然你从高空去看 那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机缘嘛 所以你就会很羡慕鸟 鸟可以从空中里面看 但鸟到地上的时候 它就很羡慕人 为什么 它看不远 鸟下来它就只能看 除非它是站在树上看 但是那就是它有它各自的东西 鸟一定很羡慕人 可以坐在路边喝咖啡 可以端咖啡喝 鸟可以喝咖啡吗 当然不行 所以每一个友情 这个叫做友情 每一个友情自然就有它 应该有的一种所谓生命形态 这个在佛学里面 我们称它叫做功德 功德 我们应该有的功德 很多人以为说功德 做功德叫做 我有奉献多少的钱 那个叫功德 其实错了 功德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生里面应该有什么 多少的功德 像佛经说 人的眼睛里面只有八百功德 为什么八百功德 意思就是说它的功能性 功能性只有八百 为什么 因为你只能看前面不能看后面 一看后面前面就不见了 耳朵里面不一样 耳朵有一千两百个功德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耳听八方 对不对 舌头里面也 身体触摸的也只有八百功德 其他的鼻子也可以只有八百功德 舌头反而是一千两百功德 为什么 因为舌头可以演唱法音 意思就是说你有好的东西 你可以去跟别人去沟通 透过你的一种言识 就像释迦牟尼讲法一样 它可以演唱法音 所以看一千两百功德 功德性是这样 所以人有人的功德性 好既然是人 一样的出生为人 人生很难得 但每个人里面的出生的 是一个位阶 一个位阶 一个位阶 都没有关心的 很多人会担心死亡 其实我告诉各位 死亡是未知数 你不知道死亡会去哪里 这是你恐惧的地方 第二 其实如果你相信有来世 你应该不怕 不怕说我会 因为我还会轮回 我一定有来世 你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我可能下辈子 比不上今生会比较好一点 我可能会 生活可能会比这一生还要糟 我奉献你 我告诉你一个真相 不会 通通一样 通通一样 不管你生长 你现在是 尤其比较穷一点 但是你的生命的一种感受 跟穷跟富有 那个其实是平等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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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